這是許若曦在今年第20場的出賽第18場的先發 全面性我是覺得有比較提升 這顆154的速球壓在了低角度的位置 林家瑋站著不動遭到了三振 打架輪到的是陳潔憲 又是速球了喔 最後這個位置 主審說是三振喔 但是陳潔憲是已經要走到一壘上了 彭楚雲先生這一回是直接把陳潔憲給拉掉 就是上了跟沒上了 尤其方向的滾地球 張正宇反手接往一壘送 一局雙半 許若曦演出了三上三下 外帶兩次 躲三陣 後手是布雷克 在今年一樣是第20場出賽第18場的先發 中彈了 對 左半邊的品飛球 李凱威 這是他本季第127支的安打了 對 凱威對上布雷克確實打得是滿好的 這時候高飛機先打 拿下超前翻滾地球在二壘方向 林祖前 這邊沒有碰到一壘王二壘跑的跑者 林孝成這邊是出局沒問題 來看二壘是有沒有機會 還好還有抓到一個出局者 你只能講說李凱威的腰肚 吃軟Q 奧斗 改判成功 這個陳正平拍拍凱威的臀部說 學長 可以進去休息了 滾地球越過了布雷克的防線 郭英文又出現安打了 最怕是這樣子 就是要在這邊 插棒被捕 最終布雷克是三陣掉了Gregel拱罐 也結束了一局下半 魏群龍隊的攻勢 真是很簡單 這經典名言 就是這個位置 類似這個球 在內角 三陣掉了林安可 右半邊的滾地球 打得蠻強勁的 李凱威第一時間沒有接得很乾淨 但是時間還夠 完成了四傳三的出局 球星 兩隻安打一次保送 沒有出現過任何安打 碰到天底了 哇 他投到右投得很準 變化球來了 走在了第一角度的位置 三陣掉了林一拳 哇 有打到球了 有幾方向 陳盛平行進間的傳球 還是抓到了六傳三的出局 所以還是需要給陳盛平一點適應的空間 對 半局就開始比賽了 所以有時候你在比賽中要去磨合 就會產生這些問題 哇 內角的變化球 郭建興最後出棒 遭到三陣 今天布雷克的第二K 輪到打擊的是劉基鴻 比較偏地的變化球 他喜歡灰 所以灰的都是壞球比較多 來看一下這一球 最後並沒有插棒 所以是三陣 在二局下半 布雷克也回應了 徐若曦 三上三下 外帶兩次三陣 然後放球點 也比較有力量 對徐若曦 七個打數有三隻安打 算是不錯 158 哇 這顆訴求 讓林丹揮棒落空 哦呦 這一球被帶到左半邊 飛得還滿遠的哦 哎呦 一個彈跳 打在了全壘打牆上 炸組 林祖傑化身 打擊黃帝 一出局之後的二雷安打 這也沒辦法哦 外角的訴求 打者揮空 沒辦法哦 哇 來了一顆變訴求 低角度的位置 還是K掉了陳勝平 那訴求會不會打得比較好 但是他 嗯 哇 取球之後走變訴求之後會用的比較多一點 再來一個第一角度的位置 林家瑋揮空 最後的結果是三陣 守備教練 右半邊的滾地球 今天李凱威穿打布雷克2-2 沒錯 跑了 彈跪著船 沒有辦法抓到李凱威 本季第13次倒壘成功 不得來到壘包上 平飛球在右半邊 最後是進到了林安可的手套 三局下半龍隊比較可惜 最後是留下了得點圈的殘累 這球最後被帶到右半邊 厲害 厲害 真的很會打耶 阿文今天也是兩支安打 那個變化球還是被他打安打 對 這球出棒打得很高 打不好 在中外野 陳傑欣跟正 今天是林家瑋 幾乎是沒有動 漂亮的位置 146 走在了外角 訴求在左半邊 越過了陳勝平的防線 出現安打 在外側的位置 卡特球 這場比賽布雷克2度3陣掉了劉基鴻 還是有擠的滾地球 這個彈跳 陳勝平撈得有夠瀟灑的 但是 但是林毅全 林毅全沒有接到 接都沒有什麼問題 第一拍看到陳勝平對於比較近身的 彈跳撈起來 這個接得滿瀟灑的 也沒有傳 林毅全 林毅全接球失誤 對 沒有確實接譜好 林毅全這個要打屁屁了 這顆球是眼見就要出局的 右半邊 哇 林毅全沒有辦法攔下來 現在一出局之後 一三壘都會有跑者了 詩隊在五局下半面臨到的大麻煩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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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主審是判插棒 因為如果是插棒就兩好三壞 那如果打中的話是蠻累 一出局 出身就保重了 哇 來電視保重 還是灰了 阿文這邊最後是被 第一角度的變化球給掉中 全壘打嗎 全壘打 哇 最後 陳盛平接到 往一壘船 還是有機會嗎 奧鬥 哇 陳盛平 陳盛平用美技啊 來幫助隊友化解危機 不過在一壘的部分呢 有衝撞出現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林毅全能不能把自己的出給彌補過來 來喔 可能這邊有 有點接觸到 這次奧鬥沒問題了 因為先接到 不過其實很危險 因為 距離距離到拱冠跟林毅全 在這個面 距離距離到想要閃了 但可能因為這個速度已經閃不掉了 但陳盛平確實 用他精采的美技來拯救 布雷克 躲過了滿壘的失分危機 有讓曹總回憶起過去 可能對上陳益信或是黃平洋的感覺嗎 唉唷 這一棒在中外野的歐巴長倒 打在拳打牆上 林佳偉現在要趕快回船了 龍隊在六局下半 蔣少宏看到不是布雷克 他眼睛張得超大的 Lead of Double 這場比賽要恭喜蔣少宏 完成了生涯的200隻安打 結果在這時候出現了Boku 他好像有一點滑 可能是投手球有一點滑 這顆球最後郭天信 灰空 主審應該是覺得 主審應該認為是灰空 是三陣 對 這跟買電視一樣 你錢比較多的話 你要買8K也可以 是 要不然你資深的那個裁判 也不一定 如果角度不夠多 他也不一定判斷得很清楚 最後是出局 所以郭天信只能黯然的走回休息室 滾地球在游擊方向 其實陳盛平能夠擋下來 已經是不簡單了 又一次的美技了 但來不及抓本壘了 沒錯 B角度的位置 最後用直插球K掉了張振宇 不過六局下半傷害已經造成 黃俊燕被打二人安打之後的 投手犯規 再加上劉姬鴻的滾地球 為休龍隊1比0取得領先 第一球出棒 哎呦 nice player 張振宇 這顆球高難度 近身的彈跳接得太漂亮了 nice player 完全是那個手感的 平感覺的 這個手感的問題 有力 速球在中間方向 哇 曹總的臉又腫腫的啦 燙燙的 蘇智傑在球速絕對落後的情況之下 一棒打穿二油防線 有沒有出棒呢 有出棒 走在高的位置 HIGH FACEBALL 林安可最後遭到三陣 在他回壘的時候都要特別的當心 嗯 右半邊的飛球張又嘉 真的打他球打得不好 已經是完成接殺 喔呦 最棒 帶到右半邊的飛球 來看一下最後是 哎呦 打在了球打牆上嗎 林家瑋現在是有得跑了 繞過二壘 現在繞過三壘 最後呢 他是停在了三壘上嗎 WOW Lead of Triple 林家瑋 襪子 三壘安打 WOW 這個時候出現了爆頭 WOW 送分啦 一比一追平 得點圈 沒有安打 還是有分數喔 可能會做電視輔助 我會挑戰 如果這一分又是很關鍵的 就會變成剛剛這個樣子 哎呦 這個彈起來是不是有打到結線的球棒 FOULE BALL 所以林家瑋要 要回去 要回去 對 要回去 要回去三壘 要回去 哦呦 陳潔線說 沒關係 我用安打 得點圈 這兩天的第一支安打 陳潔線 現在要來到二壘的位置 隊長一聲作則 要全部的人嗨起來 時刻在球局上 把該要的分數給拿了回來 外側的只差球 蘇智傑揮棒落空 遭到三陣 內側的位置有 抑制自己出棒的動機 哎呦 要直接故意摔在球保送 不給林安可打 哎呦 結果這時候 真的出現的狀況 要免費送禮包了 哇 這有點不易 這反而不是這個爆頭 這棒帶到了二壘方向 第一百三十五支安打 這下子第二分要回來 不成問題 天歌在本壘的攻防 也沒辦法抓到邱智誠 二壘安打 根正是一連安打加襯船啊 不過這次安打是幫助失隊 帶回了很重要的兩分 這棒打得很高 中外野手向後退 郭天遜 已經就定位了 截殺出局 現在邱智誠 奮力的往三壘來推進 兩出局失隊的跑者 來到了三壘 滾地球在左半邊 劉基隆這場比賽 第一次的防守機會 就有辦法抓到 變速來了喔 佩瑞茲出現了保送 變化球二壘方向 哇 今天真的要靠皇帝啊 守備皇帝 林祖傑 接到球踩二壘 再往一壘送 獨立完成了雙殺 喔 還是沒給 壞球 所以對龍隊來講 比較可惜的就是 保送三明治當中 夾一隻雙殺 賣給了台岡雄英 擠壓到了 在中間方向 最後是看到林家瑋的 diving catch 每季接殺 形成了 本場比賽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此戰失隊 靠著九局上半 林家瑋的三連打 接續成結線的二連打 以及代打的邱智誠的關鍵安打 最終是上演的逆轉勝 以三比一 接敗了衛犬龍隊 替這場比賽畫下的據點